大家好,我是小诺 饭店里的凉拌菜,炒菜,包子,饺子 为什么那么香?主要是有秘方 他们用了万能的调料油 今天分享厨房必备万能调料油的做法 调饺子馅,拌凉菜,味道超级的棒 想学的点击屏幕上的有用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750克的大豆油 大火烧至七层热 把生油熬成熟油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豆腥味 生油熬成熟油,这样口感才香 熬至锅中出现油的微露,关火 把它放在锅中自然放凉 这个豆油一定要把它凉透 接下来我们准备写大料 准备一块桂皮 两个八角 几片香叶 五六个白蔻 一把青花椒 一把小茴 青花椒和小茴的量在20克左右 往里面加入清水 把大料清洗干净 洗去表面的灰芹材质 然后控水捞出 再把大料倒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温水浸泡出香味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些蔬菜香料 准备半个洋葱把它切丝 然后把洋葱抖散 抖散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半个胡萝卜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颗大葱把它斜刀切段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把它切片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大蒜把它拍散 拍散后把它放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芹菜叶 一颗带根的香菜 这样我们的蔬菜香料就准备好了 这会儿锅中的油放凉了 下入浸泡好的大料 蔬菜配料 记住这些配料一定要凉油下锅 因为蔬菜配料含有水分 大料浸泡过了 水分也比较多 热油下锅的时候 油容易溅出伤到自己 凉油下锅小火进炸 期间我们要勤翻动 让其受热均匀 把蔬菜大料炸至发干发黄 这个过程比较费实 大约需要20多分钟 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一定要用小火进炸 不要用大火炸 大火炸的话 一下子就把蔬菜大料炸糊了 香味就渗透不出来了 炸出来的油的味道就会大打折扣 炸至锅中没有大泡泡了 蔬菜发干发黄 关火 盖上盖子再焖两个小时 利用油的余温 把大料中的香味焖到油里面 两个小时后再用漏勺把大料给捞出 这个油也不要量的时间太长 时间长了油凉了 这个料渣也不好捞 打出来的料渣不要立马丢掉 我们可以找一个大碗 把漏勺放在大碗上 沥油沥一个碗上 这个料渣里面还有许多的油 锅中的油把它倒入容器中 现在这个油有些浑浊 让它静置一叶 让油渣沉淀 放凉沉淀好后 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面 密封起来 这个炸好的料油 它容易发灰 晾凉之后一定要给它密封起来 这样做好的料油 用来调饺子馅 凉拌菜炒菜 味道都是超级的棒 做法简单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吃的时候随吃随取 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